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6日 赫芬贤破合拜仁 周六晚上 德甲第28轮 由拜仁主场迎战赫芬贤 上半场 京势力高文助攻宾杰文伯华特破门 杀至哥纳比远射造险 下半场 安卓尔卡拉玛利罚球直接破门 宾杰文伯华特攻入一球 但越位在先 最终 拜仁主场一比一战和赫芬贤 比赛开始 5分钟 宾杰文伯华特尝试一脚远射 皮球高出球门 17分钟 拜仁右路脚球开至禁区被解围出来 京势力高文接球后踢至禁区 宾杰文伯华特停下皮球近距离捅射得手 拜仁1比0领先赫芬贤 36分钟 杀至哥纳比禁区前沿晃开角度 起脚远射皮球稍稍偏出球门 半场战罢 拜仁1比0领先赫芬贤 一边再战 47分钟 拜仁反击 汤马士没拿中路分球 京势力高文进区内低射被欧报文扑出 55分钟 赫芬贤左路船中 博维卡迪拉毕克后点凌空端射高出球门 66分钟 左奥剪歇路右脚低射直奔死脚而去 欧报文倒地将球铺出底线 71分钟 赫芬贤获得前场位置极佳的罚球机会 安卓尔卡拉玛利操刀主罚直接打门 恩苏玛扑到皮球但无能为力 皮球飞入球网 赫芬贤1比1败人 73分钟 扎姆梅斯亚拿禁区附近传至后点 马泰斯迪列至百度 兵杰文伯华特铲射破门 不过兵杰文伯华特处于越位位置进球无效 84分钟 马蒂斯迪尔窄角度右脚抽射远角 欧报文再次做出精彩扑就 88分钟 杀至哥纳比禁区内右脚扣过防守 随后起左脚打门高出 全场比赛结束 拜仁主场1比1贺分弦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